我們當然把這個情資 通報了憲兵以後 我們希望他能夠協助國防部 下令搜索民宅 政戰局保防處長趙戴川遭調職 但承認隸屬國防部 總政戰部的軍事安全總隊 負責下令搜索民宅 這個單位被形容是現代東廠 讓被求刑者聞之喪膽 該不會是你在那警衛問面前 弄得像吧 從事特務活動因為神秘 民代東廠時常是電影題材 不像憲兵具有司法警察身分 軍安隊被稱為是秘密警察 為人詬病的是 傳出未績效便宜行事 軍中CIA現代東廠都是稱號 編制上300多人 專辦情搜內鬼 軍券外遇也是調查重點 平常不傳軍服 會以其他民間身分出現 甚至用化名 科技方式會造成 現在的東廠更加便利而已 但是他主要的監視目的 還是一樣的 軍事安全總隊 在各地都有工作小組 也有以地區為單位的工作組 桃園因為軍事單位最多 是最大步點 傳出軍事安全總隊為了犯案 會進行毆打 電擊 煙水 冰塊包下地等手法 儘管遭到戰戰局否認 但還是時常被討論 那在所謂艦列吸引的狀況上 確實加上他們運用手段佐裂 事實上會造成粗暴的可能 這也是被大家所詬病的原因之一 軍事總隊操盤濫搜民宅 引發爭議 以讓這個神秘單位 再次成為新聞焦點 記者謝忠雯 林嘉遠 台北報道